以色列耶路撒冷週四舉行了一場 同治遊行 有數千人參加 這是以色列極右翼政府 去年底執政以來首度舉辦 以色列國安部長班古維爾 過去是出名的反同立場 也來參加這場遊行 遭到遊行民眾嘲諷 但他聲稱支持和反對的人 都有言論自由 會舞各種彩虹旗子 上街參加遊行 以色列耶路撒冷一號 舉行一場同治遊行 這是以色列極右翼政府 去年底執政以來 首度舉辦這場年度盛會 吸引數千人前來參加 不過相較於對同治友好的特拉維夫 遊行就像嘉年華般 在耶路撒冷的遊行 相對溫和許多 還有不少警察在場戒備 以防發生衝突 過去曾公開仇視同志的 以色列國安部長班古維爾 繼日前二度前往耶路撒冷 引救城區聖殿山爭議 這次還在遊行現身 立即遭到現場民眾大聲嘲諷 班古維爾被問到來參加遊行 是否故意製造挑釁 他回應猶太人的存在 本身就是一種挑釁 以色列人對LGBTQ 普遍抱持接受態度 在保守的中東地區相當少見 伊斯蘭基金組織哈馬斯 燒早曾譴責遊行是一種挑釁 呼籲巴勒斯坦人起身對抗 公視新聞 這位流行別譯